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召开之际,沈阳故宫博物院精心准备了《圣经遗珍》、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珍宝展、清代宫廷钟表展和印象故宫辽沈地区名家书画作品展三场全新精品展。 其中珍宝展精心挑选53件国家一级文物展览。 据介绍,这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87年历史上从未有过,可谓是史上最强阵容。 记者在21日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幸目睹到了几件展出珍品。 其中,清代祖高皇帝一宝造型精巧,装饰华丽,由造假昂贵的白玉制成,上部为单体蹲龙钮,刻纹内田金,扭孔内系明黄丝绳,至于清顺之年间,乾隆朝重制。 另外一件清代铜镀金楼式中同样巧夺天宫,此中为18世纪英国所制,造型为上下两层西洋塔式建筑造型,具有一定的伊斯兰教色彩。 整点之时,中上雕刻的人物、动物前后相连而过,左右两侧西式人物同时联动,形成多组动态画面。 此两件文物均为沈阳故宫博物院馆藏精品,以往很少与观众见面,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这三个精品展览从8月25日持续到9月20日,展出的满清宫廷文物与艺术展品将使前来参观的游客们大饱眼福。 据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介绍,沈阳故宫特近期将原有的展厅进行改造与扩建,现有场地条件以达到国内一流水准,未来将展出更多的清代皇家艺术珍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